大家早安 我是Basic的中文经理 我叫Tamie 那今天很荣幸能跟大家介绍 我们Basic咖啡校区 首先呢 咖啡校区美如其名 我们每天都会提供给学生 一杯免费的美式咖啡 那除了美式咖啡 我们校园的咖啡厅 还有卖拿铁 或者是其他无咖啡因的饮料 像Soda 那如果你点的是美式咖啡以外的话 你就必须要加加 那如果你点的是美式咖啡的话 不管热的或是冰的 都是完全免费的 那我们现在 接下来先来介绍我们的校园 一些基本的资讯 首先先简单一下介绍 像我们Basic其实有三个校区 那我今天首先要介绍的是咖啡校区 咖啡校区主要的课群会是 英语的初学者 因为我们这里的老师 他们有很多教授初级英语者的经验 他们甚至是英文零基础都可以教 寒暑假的时候 他们也会教东丽营跟夏丽营的小朋友 所以这个校区它是适合各个年龄层 包括亲子跟银法族 另外还有计划将来去打工度假的学生 因为这个校区它是唯一设有 Working holiday课程的校区 那为什么选择碧瑶呢 其实大家对碧瑶可能有点陌生 大家可能对事物比较有印象 因为很多人会去跳岛之类的 那碧瑶它有点像我们台湾的亲近 它是在山上 所以学生他们要从马尼拉或者是克拉克机场 地达之后 他们还要搭三小时到四小时左右的车到碧瑶山上 那因为它在山上 所以它的天气比较凉爽 然后整个地区也比较平和的感觉 因为人比较少 跟数物相较之下 可是它还算是一个城市 它的市中心是有百货公司的 所以学生不用担心来到了乡下 好像什么都买不到 它的ASMall其实什么都有 那不只是ASMall 你也可以透过Lazada海运东西 或者是用Foodpanda 还有Grab订东西吃 就其实它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不方便 那为什么要选择BASY呢 首先先简单来说一下 我们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 那以国籍比例来说的话 我们日本人的国籍比例会比较高 接下来是台湾人跟阿拉伯人 所以其实蛮多学生他们来念书 他们会觉得在这里能够交到很多国籍的朋友 另外我们有自己的Aducare系统 那什么是Aducare系统呢 它是我们独家的一个学习追踪的网站 每位学生他们入学之后 他们都会拿到一个QR Code 它在你的学生证的背面 那你很方便 你不用知道自己的ID或是密码 你只要扫描 你就可以建筑那个系统 那进入系统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课表 还有你的入学考试成绩 你每天出席的状态 还有你每次参加考试的结果 还有老师的对你的评语跟你的成绩 就是不用担心说你考完了 这就没事了 其实你考完之后 老师都会给你评语 另外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独家的课程 叫做Speaking Prescription 那什么是Speaking Prescription呢 它其实是一个加强口语的课程 因为像我们台湾人 我们可能很会读跟听 我们文法很强 可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常常都会出错 像是我们可能知道 序之后要加she has 而不是she have 可是我们口语的时候 可能都会很紧张 不小心讲成she have 那这个课程的话 它就是能够透过每周的录音 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老师 去帮你纠正的文法 让你知道你自己经常犯的 口语错误是哪些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还蛮受欢迎的一个课程 它在咖啡校区也有提供 那在咖啡校区它会被包含在Intensive ESO的里面 接下来我们也会做一个深入的介绍 那最后是我们的学生 他们每周都会有周末活动 学校都会安排旅游 学生如果有兴趣的话 只要在布告栏上面填名字报名 我们三个校区只要满十位学生 我们就会出团 另外我们这个旅游团是由老师跟着参加的 所以不用担心你不满18岁不能够出门 我们这个团是由老师一起参与 所以就是安全 然后因为老师他们就是当地人 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问他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咖啡校区 跟其他校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首先咖啡校区它是位于山区 所以它相对来讲它会比较安静 虽然它在山区 可是其实它也不会离市区太远 我们如果从市区以SN Mall为中心来说 出发到咖啡校区 其实不塞车只要10分钟而已 那碧瑶好叫计程车吗 其实还蛮好叫的 尤其是在SN Mall那个地方 都是有计程车在排班 现在碧瑶的计程车起价是50P 那其实P很好计算 就是50乘以0.6就是台币 所以其实计程车的起价只有30块钱 那如果从市区搭车到SN Mall的话 那预估会是100P左右 所以也只有60台币 就是经济来上不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即使你每天都出去采买或是出去吃饭的话 再来就是这个校区 它是位于碧瑶的富人区 这附近都是一些有钱人 他们的避暑的别墅 那我们校园里面也都设有CCTV 晚上是由警卫去巡逻的 那我们警卫也不是随便请来一个副校园 我们警卫他们是有执照的 在菲律宾他们是有保安执照 那我们请的Security Guard 他是有执照的 另外我们这个校区是在所有校区里面 他福利比较多的校区 除了之前讲到的每天一杯美式咖啡以外 如果你报名买4周 我们还会送你一次免费的按摩机会 另外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五 我们会安排烤肉派对 还有语言交换活动 那什么是烤肉派对呢 就是学校会准备很丰盛的烤肉 还有水果 供大家免费的享用 这些都是免费的 那什么是语言交换活动呢 语言交换活动不是英文 因为其实你们平常就在上英文了 语言交换活动会看那一周的主题语言是什么 像有的时候会是阿拉伯文 他们老师会把学生分组 然后一组里面至少会有一位阿拉伯人 由他带领你们去学习一些简单的阿拉伯单词 或者是打招呼的方式 然后最后会让你们比赛 看哪一组的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那不是每一周都是 不是每个月都是阿拉伯州 所以有的时候会是台湾人 教其他国籍的学生讲中文 或是日本人教其他国籍的学生讲日文 那这个活动除了可以让你们增加交流以外 也可以让你发觉你其他的语言的兴趣 也许你学完英文之后你会对阿拉伯有兴趣 你会想要进修阿拉伯文 就是想要是由这个活动去激发学生的潜能 再来我们这个校园它是一个比较绿化的校园 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都是有很多绿树 那天气好的时候 学生可以选择在户外上课 那阳光很充足 尤其是这里的空气会特别好 因为它位于暗区 接下来是这个校园我们提供的不只是一般的ESL 还有打工度假的课程 另外我们为了寒暑假的亲子家长 我们还有设有junior ESL 就是为了15岁以下的小朋友设定的课程 那首先我要介绍的是Lite ESL 什么是Lite ESL呢 它其实是有点为了引发组 或者是陪小朋友来学习的家长而设计的 Lite ESL的话 它只有两堂一对一跟两堂团体 所以它课程非常的少 那它比较适合引发组 是因为引发组其实不太想要太多的课程 因为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说他们想要精通英文 他们可能是想要学新闻之后 之后去旅游之类的 他们学基础的就可以 他们不需要太多或者是很 他们不会想要太多的课程 然后把自己搞得很辛苦 他们主要是来放松跟享受菲律宾的文化 再来是Speed ESL 那Speed ESL的话会包含听说读写 那这会是比较多学生会选择的课程 那为什么说这是比较多学生会选择的课程呢 是因为它是四堂一对一跟两堂团体 就是你不只有一对一 可以一对一跟你的老师去纠正你的错误 你还有团体课可以用认识新的同学 那为什么认识新的同学很重要呢 是因为大家在校园里面下课之后要干嘛 周末要干嘛 一个人很无聊嘛 你总是要认识同学 大家能够互相交流 然后周末有个伴一起出去玩 而且语言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跟自己讲话 是一个交流 所以我是觉得团体课还蛮重要的 那再来是Intensive ESL Intensive ESL的话是想要针对能够短期之内 快速提升英语程度的学生和设计的 它的课程会比较的密集 首先它是六堂一对一 然后晚上有三堂闭上的晚课 所以你会有六堂一对一跟三堂夜间晚课 其他ES的学生 他们可以选择要不要上晚上的三堂晚课 可是对Intensive ESL的学生来说 三堂晚课是闭上的 如果你想要放弃的话 你必须签署自动放弃书 再来是Walking Holiday Walking Holiday的话 它其实是为了上完英语课程之后想要去澳洲或纽西兰打工度假的学生而设计的一个课程 它除了有Speed ESL以外 它每天还有一堂十座课程 那这个十座课程包括什么呢 十座课程包括了烘焙 咖啡 披萨 还有Service 除了这些课程以外 我们周末还会安排实习 我们有合作的餐厅可以让你到现场去实习 周六或周日的上午 看你的时间什么时候可以 我们会有老师到你到现场 然后你实习之后 你必须自己搭车回来 当然那个餐厅不是在很教训的地方 它也是在市区在SMMO的附近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不知道该怎么回来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的校内宿舍 那我们校内宿舍它是比较经济实惠 价钱是比较小只的 它每间房间都是多人房 有双人房三人房跟四人房 可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卫浴在外面 那卫浴在外面的话 也有学生喜欢卫浴在外面 他们就可以离开尖锋时段去使用 另外我们的dining area dining area它在用餐的时候 是餐厅 可是用餐的时间以外 学生是可以自由的在这里上课 或者是跟同学聊天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一对一的单人套房 跟单人亚房 那这个房型它就是有完全私人的空间 就是你如果选择的是master single 你就会有位于站的房间 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regular single 你就会跟你的室友合用一个厕所 不过照理来讲 你的室友其实不会去用你的厕所 因为他的厕所就在房间里面 那这样的公寓房型通常会是一间master single 跟两间regular single而组成的 那你们三位会一起使用一个公用的客厅跟公用的厨房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们全新的女生宿舍 那全新的女生宿舍 它全部只有女生可以住在这个房型里面 那这一层的话 有单人房 双人房 跟三人房 这个房间的好处除了是都是女生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很舒适的客厅 还有一个很宽敞的厨房 可以供你们使用 那其实他也没有很多学生会在这个公寓房型里面 我们也总共只有六套公寓 在这个大的空间里面 那其中有三个是单人房 两个是双人房 一间是三人房 所以不会很拥挤 最后我想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咖啡校区有什么设备 那除了有一对一教师团体教师以外 我们还有很舒适的阳台 那有的时候学生他们会在天气好的时候 学着在阳台上课 就是看着美景然后上课 可以提升他们的学习效率 然后首先有限制入学年龄吗 如果学生是跟家长一起来的话 我们最小可以收到四岁 四岁的小朋友可以上Union ESL 那如果没有家长陪同的话 我们的入学年纪就是15岁 就是高中生以上 那另外打工度假的实作课程是 每天都有忙事的 如果你今天上的是打工度假的课程 你会有四同一对一两堂团体 然后还有一个小时的实作课程 我们必须报名满八周 所以学生每两周学习一个技能 例如说两周学习咖啡 两周学习披萨 两周学习工赔 两周学习怎么接待客人 另外实习的工作的话 我们有合作的餐厅 只要你有意愿 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 不过这个实习是不知心的 就是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有到现场的体验 那我们的员工 那边的员工都是菲律宾人 然后客群也通常会是菲律宾人 可能会有一些观光客 韩国人或日本人 主要就是让你在现场能够用到 Service English